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2年4月5日 横滨水手建制三分 日直连周三傍晚继续迎来较量 其中横滨水手将做客广岛三健 M直播届时会由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横滨水手六轮过后排名联赛次席 球队是经济夺标热门之一 加上广岛三健经济主场上位开斋 看好实力更强的横滨水手此行能够顺利迎波 虽然广岛三健上轮能够在湘南比马身上如愿迎波 但这很难掩盖他们最近整体发挥糟糕的事实 在击败湘南比马之前 他们曾遭遇各项赛事三连败 其中对手便有现实领头杨川崎前锋 足见广岛三健打硬仗能力支差 三连败期间他们进攻端最多单场只能攻入一球 而后防每场都是二球 攻防演出令人失望 更为不利的是 广岛三健经济主场表现极其糟糕 除了未曾开斋之外 进攻端仅仅录得一个运动占入球来自左左木翔证明后卫 这已足够证明广岛三健甚至还有封无力的尴尬情况 阵容方面 中场川村拓梦和前锋爱斯基尔 三度士均有伤在深缺席本场比赛 横冰水手在赋予 博雷苏尔之后调整迅速 他们最近五轮能够取得三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当中三场胜仗每场都能录得二个入球 而这波五场不败之中多达三场后防不失 球队整体攻防表现明显比广岛三健出色 需要指出的是 横冰水手目前阵中有三人入球数达到三球 分别是西村拓针 中川辉人以及安达陈洛佩斯 如此这般的攻击力令广岛三健忘成莫及 与此同时 横冰水手近年交手广岛三健基本都是占优的一方 最近四次双方相遇 横冰水手能够取得二胜二合的不败战绩 其中多达三场能够攻入最少三球 最近三次相遇 横冰水手早早便在上半场掌握住场上主动拳 有见及此 横冰水手此行拳取三分不成问题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订阅我们的频道就是给我们的鼓励